OK,圖片主要是在談遺傳物質發生改變的時候 可能會造成這個生物體在構造或者是生理功能上面的不正常 那我們大概把遺傳物質的產生的異常變化呢 可以分成三個等級 先從第一個,層級最小但不見得影響沒有那麼嚴重的 就是所謂的點圖片 OK,所謂的點圖片它是指在鵝肝酸 所謂的點圖片它是指在鵝肝酸的序列上面產生變化 比如說呢,我現在呢有一段DNA的內容然後 因為某一種 因為某一些外在因素的關係 假設呢,現在 CG的這一組 核肝酸對或含氮鹼肌肌對,然後變換成了AT 原因我們後面再補,先看這個是有可能會發生的 好,就是它是整個被換掉 那也有可能是說CG因為莫名其妙的關係消失 或者是你這個地方又安插了本來只有AT 然後再來就是CG 就這邊呢,又安插了一個AT進來 所以這些改變呢,大概可以分成三個類型 然後就是三屬 某一組那個 含氮鹼肌的配對關係整組消失了 所以也有可能是插入 然後再來也有可能是取代 好,這是三個比較常發生的情況 所以可能會覺得說 那反正我那個核肝酸那麼長 核肝酸的排列組合這麼長 對不對,只差在於一個 含一對含氮鹼肌發生改變 到底會造成什麼多大的影響 所以來看一下會造成多大的影響呢 422葉這個地方 先看一個比較運氣不錯的 422葉的最上面這邊呢 有一段的DNA序列 然後你看它最後面的兩組密碼 CCGATT 全部不管,後面不管了 好,你把焦點先放在最後面那個地方 好,那最後面呢 的序列是CCGATT 然後現在呢 因為那個 CCG的那個G 現在呢被換成了AT 那換成AT之後 到時候轉入出來,這是DNA 轉入出來的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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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地方呢 因為 原本應該是 G G C 然後 U A 可是這個G C 被換成了AT 所以這個地方 就不是C 就變成是U 所以就變成是 RNA的密碼子在這地方 可能就要變成是GG U 然後 後面沒變 UAA OK嗎 那像這種改變到底會造成什麼問題 還記得那個密碼嗎 因為這種改變就是屬於運氣不錯的 突變有沒有 沒有發生的用 可是因為 當初DNA的61組 DNA的其中61組密碼 因為另外三組是中指密碼 那扣除掉那三組中指密碼之外呢 那到時候要對應到20種氨基酸 然後這個好處就是 我的密碼的種類比氨基酸的數目還要來得多 所以雖然每一組密碼一定只對應到一個氨基酸 可是因為密碼的種類超過氨基酸的種類 所以我可以不同的密碼也對應到同一個氨基酸 而且這最常發生的情況就是在這種 當你密碼子三個排成一組的時候 通常前面兩個最好不要變 因為那個第三個 如果你把那個氨氮連機換一下 很有可能它還是對到同一個氨基酸 你看 這是一般有點像模糊原則一樣 就是第三個氨基酸 第三個核甘酸 其實是在整個密碼當中相對是比較不重要的 所以如果現在運氣這麼好 它發生突變的位置是在那個密碼的第三個氨氮減機的話 那這個時候 當轉入的時候 本來是GGC跟GGU 可是GGC或GGU到時候被轉譯的時候 所產生的氨基酸 都是這邊所提到的GLY這個氨基酸 這是氨基酸的縮寫 所以這個時候突變其實發生了 可是蛋白質有沒有產生異常 因為被轉譯出來還是一模一樣的蛋白質 所以這種突變就很難聽 所以如果你只觀察蛋白質 你是看不出有突變的事實 除非你往深入去研究去分析DNA 才會找得到突變其實已經發生了 但是在蛋白質這個層級不一定看得到 這也是圖片當中一個比較詭異的地方 好 那所以這是一種可能的情況 它把它翻譯為叫做堅默 這個silence 就一般叫做那個什麼層級 或者是什麼那個 之類的 這翻譯就不管它的 好 就是無聲的變化裡面 就是突變其實發生 但是轉入轉意之後呢 沒看出來 好 然後可是 如果我們對比方式的話 你現在發生在第三個跟發生在第一個 差別到底多大 假設你現在呢發生在第一個 然後第一個的部分呢 整個這一組CG 然後被換成了TA 好 一樣 這邊被換成了TA 好 所以白色的是正常的 CG是本來正常的 現在CG整組被換成了TA 好 所以 等到轉入完成的時候 mRNA這個地方仍然是C 可是第一個的G 就會變成是A 所以本來這個地方的密碼子 應該是GGC 然後現在變成是AGC 第一個影響就大了 好 所以你看 它就會從GLY被換成4SER 所以 多態鏈在這個位置的氨基酸 就因此發生改變 你看 那因為它這個地方的例子 是只有舉說 將來這個多態鏈做出來之後 總共只有四個氨基酸 好 那四個氨基酸 當然會覺得這個換一下 沒什麼了不起 但是 當你整個多態鏈的長度 是幾十個氨基酸的時候 可能就因為這樣這個位置發生的錯誤 而使得那個蛋白質的形狀 沒有辦法正常出現 所以那個蛋白質 雖然看起來是做出來的 可能完全沒有功能 所以我就把它稱為叫做物異 好 就是因為突變的關係 多態鏈的序列現在發生改變了 你看好 好 所以通常發生在第一個核肝酸的嚴重性 會比發生在密碼的第三個核肝酸的嚴重性要高很多 你看好 好 那這還 也還可以接受 起碼你的多態鏈長度是相同的 另外下面這個就更慘了 你看那個 左邊算下 上面算下來第三個 這種情況 就是那個無意義的部分 原本呢 它在第二個密碼是TTCAAG 就是往前追 這地方是TTC 然後AAG OK 這是第二組密碼的位置 結果呢 它現在呢 那個TTC的TA 然後呢 倒過來變成是AT 看到沒 好 所以這時候 到時候經過轉入之後呢 這個 ATC 然後也就是下面的TAG TAG 你這樣轉出來之後 在MRNAD的前面一點點這個地方 就會提早出現U A G UH密碼是什麼 中指密碼 所以本來後面還有 結果呢 做到這個地方 提前宣告結束 那 所以 就不要管內容了 光長度就是一個很大多敵 對不對 這絕對跟原本預期要做出來的多胎酸長度差別很大 對不對 好 所以 這些光是 舉這樣的例子 光是一個寒氮鹼肌或一對 核肝酸對發生異常 都可以造成這樣的影響 所以做出來的蛋白質呢 基本上可能都是沒有辦法使用的 這種就是點圖片 然後 所以下面這個地方有提到一個 就是 鐮刀型瓶血症 能不能聽過 所以 假設用這個例子來看的話 聯體血球瓶血症或者俗稱鐮刀型瓶血症 就是因為 它那個 紅血球塌陷了 因為 紅血球它本來是一顆球 然後後來那個細胞核呢 被分解掉之後 它不是變成那個 雙凹扁 就是中間塌下去 雙凹扁圓嘛 所以如果你從側邊看的話 就是中間有陷下去 然後 靠邊緣的地方會比較胖一點 寬一點 只要從這個方向看是這樣 從這個方向看的話 還是遠的 這是正常的血球 因為這個方式有好處嘛 我們以前講 它可以疊起來 那 鐮刀型血球瓶血 就是因為點圖片的發生 導致血紅素 不是很正常 勉強堪用 但是不是很正常 可是 當你的血液呢 出現一個 不好的條件 就是 過度缺氧的時候 這時候那個血紅素呢 它的形狀就會變得很不正常 然後呢 變得很容易發生沉澱 就本來在 紅血球的細胞石當中 血紅素應該是分散的 你看 那現在呢 形狀造型有一點異常 雖然還是勉強 可以攜帶氧氣 可是在低氧的情況之下呢 它的形狀呢 會因為缺氧的環境 而產生結構上的 微妙的改變 使得它很容易聚集 那 原本應該分散的血紅素 現在在紅血球裡面聚集之後 那些 一堆一堆的血紅素 血紅蛋白 就會導致那個細胞的輪廓呢 就撐不下去 所以呢 原來那個扁圓形呢 就又塌陷 然後所以塌陷之後呢 就有一角 就是本來應該是 就是輪廓還是 某一個方向看 輪廓還是圓的 結果它現在連這一角也塌進去了 就這個形狀 就有點像鐮刀型 所以就把它叫 連形血球 貧血症 所以像這種 連形血球 貧血症的人的話 就非常忌諱去做一件事情 因為它是在 呃 組織比較嚴重缺氧的情況下 才會發生 所以就變成 你要去避開這個情況 就是不能做 劇烈運動 因為我們的組織是在 劇烈運動的情況之下 對氧的消耗速率加快嘛 對不對 所以像這樣的人的話 就變成 它可能就只適合做一些 比較緩和性的動作 包括讓我們跑步快跑這種 當然就不用講 就是要避免那個 組織的這個 嚴重缺氧的條件發生 好 所以 就有點麻煩 而且這種通常 你很難 就比如說 包括緊張什麼那種 心跳加速等等那些 然後代謝率提高 都有可能會發生 所以有時候像這樣的人的話 嚴重的 這個貧血的情況之下 搞不好還活不到成年 好 這個就是連形血球 貧血症的問題 甚至於搞不好 在媽媽肚子裡面就夭折了 OK 這些就是所謂的點突變的發生 好 這是第一個 變化的層級最低 只有在核肝酸 發生改變 然後呢 所以它會導致基因的內容 發生改變 好 這是第一層級 然後往下的兩個層級 看一下 444頁 整體提高之後來到染色體結構的異常 那染色體結構的異常 其實它主要指的是說 那個染色體上面的基因連鎖群 關係發生改變 通常是這個樣子 好 所以基因連鎖群要發生改變 我們其實已經先遇過一個 畫在旁邊 先參考一下 那個 墨肝的互換 有沒有 它不是提出一個重要的 呃 懷疑 就是說 銅圓染色體在 如果這個地方 好 銅圓染色體現在呢 發生交換 發生交換之後 然後 這樣其實也是基因連鎖群發生改變 你看 那只是 如果你現在呢 彼此換掉的那一段 所擁有的基因種類完全相同 假設大家換的長度是差不多 所以 我的那一些種類的基因給你 那你的換給我 所以我們都沒有實質上基因種類的損失 但是 可能 比如說 原來這邊是大A 然後這邊是小A 對不對 所以我把小A換給了你 那我就拿到大A 就只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我們講說 如果你是這種 比較是 對等的交換的話 那其實它是有利於 它是有利於遺傳變異 所以不算是突變 對不對 可是 既然當時候 四分體形成的時候 發生交換的原因 就是 這個四分體 它受到旁邊的其他染色體的影響 所以比較淒慘的情況 可能是這樣子 要畫長一點 就是 這個 其中一個二分體 跟另外一個二分體 然後被擠到 沒對齊 所以 等到這個地方 如果發生交換 白色這邊 斷在這裡 然後補到比較長的 其他沒變 黃色的 斷在比較下面 然後 它補到比較短的 然後它補到比較短的 這樣 還有什麼問題 交換的長度不同 所以 我給你的基因種類比較多 你給我的基因比較少 對不對 可是 原來我們在 相同水平位置擁有的基因種類 應該是一樣的 就這樣換完之後 就變成 搞不好有一些基因 你就重複拿 然後換來 我的問題就是 我有一些基因 就沒拿到 你看 所以這個就是 同一染色體 萬一 這是 增加遺傳變異 這個就叫突變了 差別很大喔 換的長度差不多 是可以增加遺傳變異 換的長度不一樣 就可能造成突變了 你看 所以就變成 有些基因重複拿 有些基因就沒拿到 這樣 好 所以就可能會造成 染色體結構異常當中 兩個常態 一個就是重複 明明染色體上 某種類 某種類的基因 只應該出現一次 結果它現在出現了兩次 甚至以上 它就是重複 你看 那沒拿到的呢 就是缺失 好 然後 另外一種 比較 這個是發生在 同一染色體 那我現在 萬一發生的情況 是非同一染色體呢 這一種染色體 好 然後它旁邊 有它連繪的對象 你看 結果 另外還有一對二分體 也出現在這邊 因為旁邊擠的關係 好 然後所以呢 現在這一個 另外一種染色體呢 被擠過來了 我們用長度就可以看得出它有不同了 旁邊那個淡畫一下 就白色自己有一個四分體 黃色自己有一個四分體 那這兩個四分體就是 運氣不好 被旁邊的其他的染色體擠在一起 結果 現在斷的地方發生在這裡 那這樣會發生什麼問題 換完之後 就變成 我會有一種染色體是白的 然後呢 去接黃的 然後 然後 同樣的 也會有 黃的 斷在這裡 然後它去接上白的一點點 可是問題是 你黃的這一段的基因總額本來就不屬於我的 對不對 同樣的對黃的這邊也是一樣啊 你現在送給我這些基因本來就不是我該有的 因為那是你要負責拿的 不是會出現在我這條染色體上面的 OK 所以 這種現象 我們就把它稱之為 異位 換錯了 放錯地方了 所以 異位的話 就是一個非常明顯什麼 它的基因連鎖群發生嚴重的改變了 那基因連鎖群發生嚴重的變化 所以這時候就會產生 起碼有兩個新的基因連鎖群 就我原來只有白色這種染色體 跟黃色這種染色體 結果現在呢 造成了有那個黃加白白加紅的行星 所以這樣就會形成新的基因連鎖群 那這個會造成什麼問題 我們如果來畫一下的話 那個白的兄弟 這裡是不是總共四分體把它當成 最後拆開是變四條 我們如果把它獨立拆開 那黃的這個部分也是一樣啊 如果它順利有被拆開的話 總共會出現四條嘛 對不對 所以 這地方就很詭異的是 如果你像是這樣子搭 白的這三條去搭 黃的外面這三條這樣子搭 按減數分類來講 減數分類減完之後 黃的這種染色體要拿一條 白的要拿一條 對吧 所以如果你黃的是拿到正常版本 白的是拿到正常版本 那個配置活不活得下去 活得下去啊 因為拿到的是正常的 兩條都拿到正常 對不對 因為這是兩種不同的彩測體嘛 所以接下來的 很有可能活不下去的就是什麼 你現在呢 拿了這一條 就是黃加白 然後去搭了什麼 你去搭了這三個 你看看 黃的拿到正常版本 白的拿到不正常版本 其中呢 掛著一段黃的基因 所以 是不是這樣的組合 就是配置嘛 大原則 白的要拿一條 黃的要拿一條 結果白黃的是拿到正常版本 但白的是拿到異常版本 可是 它的異常版本當中 這一段黃的基因 它是不是已經從這條可以拿到的 所以它這一段的基因 是不是全部都重複了 OK啊 那顛倒過來講 它當初少了這一段的 那個配置 是不是會少掉很多個基因 所以這個配置很有可能 就活不下來 你看啊 所以一個可能是 配置活不下來 或受性暖活不下來 或胚胎無可發育 反正哪一個環節出問題不知道 反正這個情況 大概狀況不會很好 那另外一種情況是什麼呢 顛倒過來嘛 就是現在拿到的這一條 黃的 斷了一節 接上一小段的白的 然後去搭了 這三條白的 所以也是一樣啊 白的你本來已經 完整拿到一份了 那原來應該拿到一條 完整的黃的 結果那個黃的呢 是斷掉不足 對不對 然後呢 白的又多了好幾個基因重複 對不對 所以這種大概也不會好到哪裡去 所以另外還有一個 欸 機率很低 但我們不能排除它其實是有可能發生 既然 欸 對加對 可以接受 你看 對加錯 錯加對都不行 啊不然呢 那就這兩個 如果運氣好 剛剛好都拿到了 可是你看 如果你有23對染色體 那23對染色體裡面就 那麼精準的 剛好就挑到兩條錯的都讓你同時拿到 進入同一個配置 這機率應該偏低 但如果真的這麼lucky的話 可是 你真的這兩條錯的通通都拿到手之後 你也沒有實質基因多或少 所以就這個配置來說 其實它有可能活下來 如果它運氣受精的話 運氣好受精的話 那個受精有可能也是可以正常 有可能 所以 這種情況 就是 異味所導致的情形 這樣可以嗎 所以你們到時候在突變的地方 可能會遇到很多問題 就是讓你去猜一下 欸這配置到底正不正常 你就看到它有沒有拿到所有完整的情形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 那異味之後呢 還有一種擠壓 這種擠壓也是有一點困難 就是 這要用細的線來畫 就是 本來呢 這一個二分體 那線條應該順順的這樣子 結果呢 受到旁邊擠壓之後呢 它那個 這邊呢 這道圈圈 好 所以原本在這個地方呢 有A B C 珠 E F G 假設是怎樣 所以現在呢 就變A V C 珠 E E E不在這裡 V C 對不起 V C 珠 E F G 就不小心染色體 有一點長 然後這邊就折到 那折到的時候呢 這邊就不小心斷了 然後斷了再補回去之後變成是 這邊接到這裡 這邊接到這裡 好 所以重新拉開之後 重新拉開之後 重新拉開之後 就變成是 A 然後接 C B 然後再B 然後珠 然後E F G 都沒有動 所以這種 就把它叫做導位 會不會造成嚴重影響 你只是基因這樣子放跟這樣子放 假設它的內容沒有動到 你確實是完整的基因內容倒過來的話 很有可能是沒事的 所以導位很有可能沒有事 因為它沒有實質的基因的屬質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你看這些變化 通通都是染色體 以整個染色體為單位 所發生的染色體上面的異常 重複是多了一段 缺失是少了一段 對不對 然後呢 異位是放錯地方了 就是沒有出現在正確的染色體上的情形 導位的話是 仍然在同一條染色體上 但是它的排列順序是電條的 OK 所以這個就是屬於染色體結構面的異常 所以這是另外一個層級的圖片 然後所以接下來 這邊可以 所以 我需要用到右邊 有人在用右邊的圖嗎 這邊可以擦掉嗎 比我們要到手IE 好嗎 covenant 按摩 好嗎 好嗎 好棒 1000 文字 讓我們 感谢观看 OK所以接下来到了最高层级就是染色体的数目跟正常的不一样 以人类来说我们的正常体细胞23对染色体有46条 减完之后应该是23条 23条还要是N 不是只是23的问题 是这23是刚好是23种不同的染色体构成的单套 完成受精之后呢会再回复成正常的双套 OK这个概念是这样子 以有性生殖来说 非等倍数的染色体的变化里面有一张图它会比较详细 我要直接用代号来表示 OK正常的母细胞 生殖母细胞在减数分裂之前它一开始是2N 没错 那如果它完成复制呢 是不是2N 然后呢 那个每一个N 变成2分体 所以是不是乘2 就原来蓝色体是一条 完成复制是不是变成2分体 你看到 有 好 现在呢 如果我们假设一个情况 因为减数分裂总共减两次 所以它现在呢 这样子减 第一次减数分裂的时候 第一次减数分裂的时候 其中有一个细胞呢 二分裂 第一次减数分裂是把四分体拆开嘛 对不对 结果呢 其中有一个四分体呢 它没有被分配了 这个四分体的两个二分体 通通跑到其中一边去了 所以这张情况是会造成 就是我现在呢 有这么多个二分体 二分体 这样叫做二分体 那它本来是不是应该只拿到 N 就是本来这是应该正常拿到的 好 就是这一些数目的二分体 我平均分配下去嘛 好 可是现在呢 这个细胞多拿了一个二分体 它多拿了一个二分体 那就表示 另外一个细胞会少拿的一个二分体 看到吗 假设它拿到24条二分体 那另外一个细胞是不是只会拿到22条二分体 因为第一次减数分裂的时候 第一次减数分裂就要从2N变N 对不对 所以蓝色体不成对的情况之下 你只能表示成N 乘以2是在表示说 这个蓝色体它还是在二分体的状态 你配合那个图来看 因为那个画那个图空间不够 二百 那是445页上面左手边这个 好 你要在这边想 所以 现在呢 假设所有蓝色体的分配都没问题 结果有一对出错了 它的四分体含有两个二分体 结果这两个二分体通的被拖到同一边去 那就表示另外一个细胞一定会少 对不对 这样的情况 等你第二次减数分裂走完的时候会产生什么结果 第二次走完的时候 这两个细胞就会变成是N加1N加1 那个少拿一个二分体的 那就会变成是N-1N-1 所以你现在总共产生四个配子 这四个配子里面其中两个配子呢 都是24条蓝色体 另外两个配子呢 只有22条蓝色体 没有一个是正常 所以这四个配子全部都可能会报废掉 所以第一次减数分裂 所以如果在染色体分配这个动作发生异常的话 很惨喔 所有配子全部都是异常 但活不活的下来要看 到底是哪一个染色体被分配错了 所以活不活下去还要再看后面 就是追踪一下哪一个染色体才能知道 所以这是其中一个情况 就是造成的本来应该只有N 然后现在有N加1跟N-1的情况 然后刚好各占一半 然后另外一种情况呢 是 现在呢2N 然后复制之后 变两个 就是蓝 好 这样呢 所有蓝色体全部都变成是二分体 但所有蓝色体都还是成对 前面这个2表示成对 后面这个2 表示它是二分体的状态 然后第一次分都没有问题 第一次减数分裂的时候呢 你就分到了N乘以2 就是你有N条蓝色体 每一个蓝色体都是二分体 这边假设也是一样 好 然后结果呢 第一阶段的子细胞 要走入第二次减数分裂的时候呢 其中有一个发生错误的 就假设是它 对不对 所以二分体 本来二分体你就把它拆开 然后平均分配嘛 好 结果 大部分的蓝色体都没有发生错误 只有其中一个蓝 某个二分体呢 它被通通拖到那边去 所以就会导致这边是N加1 这边是N-1 你看看右边那个图 然后 所以 另外一个 运气不好发生一次也就算了 你总不会两个细胞同时发生问题吧 所以假设另外一个子细胞 顺利的走完第二次减数分裂 诶 这样就运气不错 如果第二次减数分裂 如果发生蓝色体的分配有错误的话 我可能只有 我可能只有一半的配置是发生问题 另外一个半的配置可能还是正常 但如果你是在第一次减数分裂的时候 发生分配异常的话 因为第一阶段的子细胞 两个都有问题了 你到最后产生配置的时候 不会有一个配置是正常的 你看 好 所以 接下来问题来了 那这样怎么配 如果 如果 如果现在熊配子是2 熊配子是n 然后 磁配子是n加1 所以受精丸呢 受精丸之后 核子就不是变成2n加1 所以万一是这样子 比如说熊配子是n-1 然后呢 磁配子是n 对不对 所以受精丸之后呢 就变成是2n-1 如果用人类的染色体数目来交代的话 这种情况就是 有个人搞不好他会有47条染色体的情况 那47一定是某一种染色体多一条 就某一种染色体他总共有三条 扣除掉其中两条是本来就该一对的 他会额外多拿了一条 所以才会是2n-1 那2n-1就是 所谓染色体本来都是一对一对 那他其中有一对某一对染色体 那少拿了一条 所以才会是2n-1 所以是45条 可以吗 所以我们就把那个 2n加1的那个个体 叫做三体生物 图变个体 那2n-1的呢 就叫做单体生物 因为他只有 他有某一种染色体质 拿到一条 OK 三体生物里面 我们以前就有提到一个例子 就是性别里面 这应该被唱掉了 在性别决定系统里面 这个有可能会出现什么 像44加XXY 三体生物 叫克林斐托氏症 就是呢 他有Y 所以他的本质上 应该会是男生 因为 人类的男生跟女生的关键 是看有没有Y 所以他本来应该有Y 可以定义为是男生 可是他还有一对X 就会导致他的胚胎 在发育的过程当中呢 也会被引导发展出女性的生殖系统 所以这个人就会兼具 男性跟女性的生殖系统 结果两套系统这样拉扯的情况之下 就变成没有一套系统是堪用的 所以原则上面应该是不运 那运气比较好的像是这种 就是44加XX的这种三体 所以目前他们在推测 人类的人群当中可能比想象中还要多 但是看不出一样就是 这不是淘气女性啦 这还是正常女性 然后再来就是唐氏症的小朋友 唐氏症是第21对染色体拿到三条 所以假设这一条染色体 他并没有严重影响到发育的话 可能还是可以长得出来 但是像唐氏症的小朋友 你看第21对染色体三条 那这时候有可能就影响到 染色体上面的基因彼此的平衡的问题 所以他有些地方 比如说可能他身体看起来会壮壮的 对不对 可是他智能的发展就会比较不足 就会有这些发育不健全的情况 这样OK 好 如果是单体生物的话 单体生物的例子拿性别来讲的话 就是像那个44加X 那惨了 因为他没有Y 所以他本质上应该可以被称 应该可以确定他不算是男生 可是这样X又只有一条 你看 所以这个时候到底要不要叫女生 结果发现他女性生殖系统也没有发展好 这种叫透纳症 所以原则上他看起来会像女生 可是你真的去深究他的第一性跟副性症的时候 他的第一性跟副性症的发展 又不像正常了 这样子 这种就是属于单体生物 这样就好 所以突变的规模到底会不会冲击到 这个个体活不活得下来 有时候还是要看 到底是哪一条染色体被冻到的 不见得永远就是这么幸运 那你说真的幸运活下来 某种角度也不见得真的是 就是有时候也会变成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 说真的 所以那个遗传咨询这件事情 虽然宣导了很多年 恐怕也是 也要交男朋友的时候记得了 那个祖宗十八代诸葡先拿出来 然后先去做一个遗传疾病的鉴定 OK 那所以以上这些都叫做非整倍数的 因为你要么2n加1 要么2n-1 所以你要很lucky的那种 这边n-1 配那边n加1 而且那个1还要刚好是 一个多的是刚好多的那一种 另外一个少的刚好是少那一种 然后配的都都好这种 或这个绝配 好绝配 好 所以第三种的第二种籍类型 叫做整倍数的突变 好 好 整倍数染色体的异常里面有一种手段 我现在呢找来了一颗植物 然后处理它的熊蕊 我们要利用它的熊蕊 利用一个很可怕的化学药剂 如果你看到它一定要离它远一点 只怕你不知道有它的存在 秋水腺素它可以干扰仿锤丝的形成 使得染色体的分配动作无法完成 那这会造成什么结果呢 就是假设有一个植物它的正常 它的染色体是正常的2n 然后你去用秋水腺素处理它的熊蕊 可以让这个熊蕊产生的生殖 花粉里面的生殖细胞仍然是2n 好 所以现在就有了2n的熊配子 好 接下来 磁蕊这边 我不去动它 我还是让它走完正常的减数分裂 所以它就可以得到n的磁配子 这样 看到没 然后接下来我拿着这个用秋水腺素处理过的花粉 去对那一颗正常减数完的磁蕊的花 去做人工寿粉 所以寿粉完呢 就会得到3n的盒子 可是一般以寿金碗双重 被子植物的双重寿金来讲 对不对 你什么情况才会出现3n的细胞 被子植物的双重寿金 应该是胚乳 对不对 才会是3n嘛 它现在是连瘦精卵核子都是3n 所以这会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发现植物在这地方 它瘦精完之后呢 因为核子产生 然后它就会发育成初期的胚胎 然后紧接着它就开始刺激脂肪臂 发展成果皮果肉 你看 可是毕竟它是3n 所以它就没有办法发展成正常的胚 OK 所以因为没有正常的胚 所以呢 很有可能连种子也长不出来 你看 但是它却有什么 因为它初期的时候 就开始启动那个果皮跟果肉 就是脂肪臂发展成果实 诶 所以它又有果实 它的种子长不出啊 OK 所以这时候就可以造就一个3n的植物体 而这个植物体呢 开花结果的时候 它就没有办法产生正常的种子 但是会有果皮跟果肉 所以这就是一颗 五子的品种 OK吗 所以这就是当时候 它们想出来要解决很多人痛恨 拔岸油脂 西瓜油脂 甩油脂但是没有成功 就是此类的 所以这个就可以造就五子果实 可是不实用 因为农民吃后来好像也不太喜欢用这种方法 因为有鬼 OK 所以这是整倍数的问题 好 人工造成的突变 拜拜